另外来关注台南市正副议长选举会选宜云 传出副议长林志展她在选前的时候 曾经承诺过国民党议员李文俊 策动三票投邱丽丽 副议长就会让李文俊来连任 但是选后却毁约 那林志展自己做上副议长 不过林志展强调和李文俊绝对没有利益往来 而议长邱丽丽呢 从昨天交保之后就没有在现身 也没有进到服务处 那对于这个案件 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说 会以党计来做最严厉的处分 议长邱丽丽丽服务处人员正常上班 但只见邱丽丽的选举看板 却迟迟没见到本人现身 邱丽丽就职后一周本来都正常进议会 但因为卷入政府议长选举会选案 从1月3号早上检调发动搜索被约谈 4号清晨6点半交保之后 邱丽丽就没再进服务处 这几天是否有既定行程 因此受到影响服务处人员说不清楚 也没接到相关通知 而同样也在约谈名单上 让副议长林志展交保后没进办公室 不过却有传言指出在选前 他曾经拿这个职位 允论国民党议员李文俊 策动同党三票投邱丽丽丽 交换条件就是让李文俊连任副议长 但选后他却回约 传出将为此辞去副议长职位 不过他本人出面诚心 强调和李文俊之间没任何利益往来 但也不讳言党内曾经考虑 只保住一张宝座 而对于台南政府议长会选风波 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希麦泽力庭 检调办案 检调大动作侦办 台南政府议长选举 是否有不正当的金流介入 衍生出了后续争议 也让选后的台南市议会 持续与波荡漾 华视新闻刘涵生 肖小兴秋显熊 台南报道